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单元 十一 热能 体力是身体维持其恒温环境 与组织器官运作 以及免疫力 自愈力 与活动力等各种生命功能 有效发挥作用的体能总成 而热能是维持体力的能量 热能作用与组织器官运作两者之间 是互相依存 协同进行的关系 在此情形下 热能的改善及消耗 必然是一体两面同时发生 而不能孤立看待 比如 虽然维持身体恒温 及组织器官运作会消耗热能 但身体也正因此才能把吃进去的 无论是温热性还是含量性药食 经组织器官吸收后 转化成能够提供身体使用的热能 又如温敷与温热性药食 虽可改善热能 但在其吸收转化的过程中 却需要消耗热能 再如按推与运动 可使组织器官运作顺畅 增强对药食的吸收转化 以改善热能 但其本身也会消耗热能 正因为温敷与温热性药食的吸收转化 以及按推与运动的进行过程 都会消耗热能 所以必须在身体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妥善调配 灵活运用 才有助于各种生命功能的有效发挥 所以早期理论还没有那么具足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 为什么糖尿病晕倒了 他吃一个糖果 慢慢就又补充体力出来 那不是糖果是含的吗 含的为什么会有效 早期会不会有这种问题 那这一段 有没有回答你们的问题 有 因为含粮的食物进去之后 经过组织器官把它吸收消化 转换成怎么样 新的热能提供我们食用 虽然这个过程中 还会消化 但吸收进来它只要足够 你身体就可以运转了 所以不是含粮食物 不能补充我们的热能 所以当你很饿的时候 饿到人很吸收 你吃水果下去说不定就改善了 那为什么含粮还能改善 因为这时候它还是身体可以运转 组织器官是没有问题 但是缺少那个新的热能 那你进去让它运转吧 那它就会把你转换成怎么样 新的热能提供 所以还是有效 只是重病患者 他本来身体就很虚了 热能就不够 他还要耗更多热能 去把这个含粮的怎么样 转换成热能这个过程中 它消耗的更多的时候 它支持不住了 它就垮了 那一般人都足以支撑这样的运转 所以都不会出事 但很吸极端吸的人就会出事 这种人不多 比如我遇过的也有一个出家事 他说他只要吃一粒葡萄 一片苹果 就会肚子痛三小时 那代表他是什么 他要耗尽他多余一点的热能 去把这个含粮怎么样 转化吸收啊 然后转换成热能 他要耗三个小时 我们一般人不用吧 所以每个人体质是不一样的 了解吧 那也不用说 哎呀你饿到怎样 我一定要温热 有的吃就好了 不用挑递了吧 是这样 好那第一段讲的 因为他写的已经很明白了 这个其他不需要再讨论 我们来看第二段 身体随时都在运作变化 而任何运作变化都会消耗热能 生病时消耗更多 体质会趋向更寒 故体内的热能只会不足 不会过多 因此可说 根本不存在热性体质 这一点就是目前中医 对我最不能谅解 他们认为体质怎么只有 寒没有热 有阴就有阳嘛 对不对 但事实上原始点是找到最源头 源头就是一个体质 它这个体质在供应我们组织器官的时候 它这个体质本来就需要随时补充 比如说你们现在听课 听到现在差不多五点多了 肚子有没有起变化了 啊有没有越来越薄的感觉 没有 没有一个是过量的 只有越来越不足 哪有越来越多的 没有这个道理 同样有阴有阳 那同样手也有阴也有阳 你看纸你说上面就是阳 那背面就是阴 那我现在翻过来这一边 又是阳还是阴 好 那这一张纸又是阴还是阳 所以最原头的纸也没有阴阳 就很像太极而分两仪嘛 对不对 最原始的也没有分啦 那再下来才有分 那已经是比较人为了 我认为最原始也不需要 你追到最原头那就是一个太极 一个温顿 那我们的体质我认为就有这个味道 原始点 为什么叫原始点 就是一路追到最什么 最原始的地方去 而还没有分的地方 那这个是能成立的 因为我们从我们的身体的变化 我们都可以感受 你早上到下午有没有变化 那是越多还是越少 越少嘛 就是越来越饿了嘛 一定要补充热源嘛 那你这些补充了 你自然身体就又恢复了嘛 所以我们这个是从很多患者 一路观察出来 也不是我说出来的 为了了解这个我说过 我早期啊 其实到了2009年 我还有寒热的概念 不是完全没有 你们今天也看到我来 国内北京讲学的时候 有一个心脏病发 有没有 我那时候还看他的舌疹 有没有 我说那个舌胎胖白 所以极寒 有没有 我又没有在分寒热 如果都是寒热 我干嘛要这样分 很显然 我那时候还有这样的概念 而且这个概念一直 因为中医喔 深深怎么样 把我困住了 我说要放空之间很难的 因为它根本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大部分生命就在读医书看病 这样度过 大部分生命 那你想想看 跟我这么久 一下子说要没有他 好像也很难做到 我记得最后一次我开寒凉药 只有唯一一次而已 就是使用原始点 唯一一次 一个癌末患者 然后他温敷怕热 感觉温敷越来越热 然后舌胎也有防的 口干舌澡 然后从整个背 还有那个胸 全部都痛便秘 然后一直想喝凉的 然后摸他的脉 宏大有力 我说这该不会是热症吧 因为一看全部都是热症 又便秘 然后又口干舌澡 然后尿也是防的 防刺的 好 那一次我就想 用大腺胸膛 把大便卸下来 然后结胸的症自然就可以迎刃而解 就一卸果难有效 他大便也出来了 但是他一直拉肚子 然后拉肚子之后 我发现还有一个现象就是 他身体突然间变得很虚 突然间就变虚了 但是他的结胸症 摸了就不会痛了 是症改善 但体力变差了 那时候对我很困惑 这样到底是好转还是恶化 你们当然现在知道我已经 你们没有经过我这一段过程 你们是很容易得到 你们是嘴巴讲的 我是亲自这样经历过来 所以我就在那里琢磨很久 对我一路观察我发现 原来好转以后不能看症状 因为最后死的人都怎么样 没体力啦 所以体力原来才是本啊 比组织运作这个可能还要重要 这是因中之因啦 如果说体伤是症状的因 那热人就是体伤的因 只是我们不好说 把它分得那么繁复 所以把它并列为因 所以在仔细这样一思为想 我最后确定 那个虚绝对是恶化 而非好转 从那一刻开始 我就对安良药有所警惕 那我一路是帮患者温敷 都觉得有效啊 那这个问题 如果说那个患者不能碰 只要我的手法 就像我揉我太太这样 慢慢缓慢的揉进去 它也可以改善 它也会不怕热 因为揉开了它热就能吸收 所以最后把所有的你 慢慢一一采解之后 我终于确定了 最后在2012年 也就是去洛杉矶演讲上岸论 我早期还讲上岸论 把张仲锦那个一条一条拿出来 匹驳一番 讲完之后发现 很多医师听完我的课 就马上头变得很大 然后很挣扎 因为医生似乎不应该犯错啊 但照我的讲法 他不是全部都对哦 因为为什么 他里面也有热药也有含药 那以现在原始点来看 已经确定 含药会让人家身体变得怎么样 虚啊 那我终于也想通 那是不对的啊 所以在这样理论下 我2012年讲完三含论之后 顺便跟大家宣布 没有热性体质 你看从2009年怀疑起 一路也不敢做下结论 就因为这一件事情太重大了 因为历史上没有人 这样敢斩钉截跌的说 没有热性痞子 我知道这一讲出来哦 同道一定把我怎么样 认为我是叛徒 离经叛道 然后大家踏访 结果果然我一讲出来 同道都远离我啦 他们认为我走得太极端啦 但是他们没有想过 我是怎么经历过来 我是这样一个一个挣扎 这样过来 一个一个做出来终于确定 所以我现在其实也很简单 如果中医同道他们很怀疑说 哎 还是有热性体质 我的理论最容易破嘛 我已经讲到满了嘛 我说百分百嘛 那只要找出一个热性体质 我温敷喝姜汤会出问题的 那你不就赢了吗 那这个还要争辩吗 你只要找一个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是不需要变的 因为原始点是怎么样 做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中医可能还要怎么样 他们还要再去挣扎一下 早期有人建议我不要说了 他说说了会得罪很多人 但是最后我想 你原始点就要救人的 你到底是害怕自己怎么样 你应该要把怎么样 自己发现的真相 勇于怎么样 说出来啊 所以我不是像你们这样 很容易就讲说我也知道 那个讲出去后果 不堪设想 所以我从此很少在谈中医了 我觉得这个讲不清楚的 除非他们愿意放下身段 把肢间放下那我做给他们看 这样就可以解除彼此间的怎么样 冲突摩擦 那这样的过程中我经历多年 那你们看看我一路是怎么样 没有一个我是冰敷的 都是温敷 那又更佐证我的看法是怎么样 对的嘛 因为温敷都有效嘛 那这代表又是什么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就只好不管体判也好 回忆也好 我通通不管它了 我觉得做应该做的事就对了 如果说你太在乎别人的意见 今天原始点不可能形成 好 那我们到底有没有热性体质 我们来看中医很多会说是热 但我们实际在做还是含 我放两个比较可以对比的案例 给大家看 我们来看两个甘险的案例 甘险案例 那这个是甘险的这个皮肤的一个症状 那么早期来讲的话 是说我们全部不明 把它做 原来是一小派一小派的 那么一开始不明白是什么病 后来西医诊断吃甘险 那吃了它西药 但是还是能够几乎治药 一段时间又会发的更厉害 那一直到这个过了几年之后呢 变成是全身性的这个红皮症 那么如果就因果论来讲的话 那西医的对这个因的论法 它认为是自体免疫系统 还可以出了问题 那为什么自体免疫系统问题 它就在图上去 一定就讲到这一回之 那么中医的因应来讲的话 它们是变症论之是血热 或者是血躁症 那看我这个全身发疯 也蛮像是发炎的热症 可是吃了它们开出的 当着凉血药 那吃了好几年之后呢 就发现这个体质变得越来越寒 那很怕冷 然后冷不冷气开了 因为你就会受不了 那甚至于呢 因为体痰的原因呢 反而反而这个又因此 你动了一些不太属于我体质 本来这个身材应该很病 比如说痛风 大部分认为说胖 可是我竟然也有痛风 然后下肢循的话 也不是太好 像甚至还有一点高血压 就不太像那种瘦小体质 应该有一个症状 所以这个是干血的症状 一个状况 杨女士干血历经十多年 每日操作方法 一 扶姜泥两次 但因很刺痛 后改用姜水吞洒拍脸 二 头部原始点 用暖暖包24小时温敷 三 自行用工具 按推头部 上背部 手肘 四 早上练太极拳75分钟 五 姜汤用量 每天两斤半熬煮成两碗 其余饮用姜粉 2014年3月25日 2014年5月14日 使用原始点前后51天 面部明显改善 你们从两张同样感染 中药认为是血热 用安良药 结果情况有没有好转 不但没有好转 继续恶化 那这个就是完全用内外热源了 所以外热源非常重要 我们最后再放一个案例好不好 也是外用寒凉的也会伤到 好 我们看一个牙床癌的案例 牙床癌案例 这个从去年 服务院到现在 当这个牙齿开始后 它化容以为是风风险不过 我就不去以为了 到了结局 15分 到两天到医院检查 它跟我讲说 有牙床癌 现在都是我都没有去 它叫我开刀我也不要 叫我化疗电梁我都没进入 我现在这个用的是什么 用青草来吊在里面 东西 好 刚好 你要讲之前 先把那个青草先拿下来 等一下没有黏后我会 碰到空气会痛 碰到空气会痛 那这个要有什么样 你把我们的红豆袋拿来给它 不是 但是我那个皮就没有 我用青草要不要 你现在正在讨一件错误的事 为什么 所有的青草药都是什么样 盘的 你看都烂掉了 这样玩法 你们哪 好 那你听懂了 这个以后通通不能再贴什么 那以后就是这样 它伤口就会慢慢 前后比对 2012年10月12日 10月29日 11月23日 前后43天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